哈囉我是凱依 黑牛 我是嘉然的牛肉 來黑牛 彥恩 我是劉阿YK 確認你的人 歡迎兩位到現場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你覺得我跟黑牛誰叫 哪裡 我覺得 略 略勝一籌 他比我注意 你看你看 喔 你喘起來了 我是小小隻的 你看 不是不是 他喘起來 今天來找兩位思想聊一下 YouTuber這個職業是 現在的小朋友 夢寐 像我們這樣喔 對 他們來說我們算是前輩 四年 七年多 應該三年多吧 現在不是大家都想當YouTuber嗎 你為什麼GDerek要看你 我覺得第一個問題就是這裡 就是要有一個特色 這個很難 如果你這個已經完成了 下一個就是 夢寐 你是不是可以接受這一種的人 在成為YouTuber之後 讓你壓力最大的時候 是什麼時候 世界光明 我自己有在上班 然後我還有開自己的公司 有時候你睡覺 但是你睡就會 睡不好 睡起來 對對對 很累啊 不是 黑牛你是過度訓練 是嗎 哈哈哈 我一開始就是全職 現在開的Tiger 好像要多一個協會 沒錯 我好不賺對不對 我可以算是全職 到現在 檢教堂還是在 你看 先生幫我們賺錢 是喔 所以不只是出社會 其實現在青少年也有很多壓力 那這方面我們就要請到 台北實力聯合院松德任區 兒童青少年精神科 郭醫師 你好 老師好 你好 我剛剛三位 YouTuber 已經聊了很多 出社會之後 成為YouTuber的壓力來 但相信現在 如果兒童跟青少年 他們也有他們自己的壓力 是 是我們以前 可以有體會過的 所以想問一下 我也是現在 兒童跟青少年 他們最主要的壓力來的 是什麼 大概無非還是 是同儕家庭網路客業 這幾個房間 朋友知道同儕嗎 我知道了 就是你的中文 真的有 有不好的 還好 我覺得我還好小 你會撞誰喔 欺負你 你會撞誰喔 我小時候 我來我的班 我自己算得可以瘦 是因為很聰明 所以我有 喔 有可能 這 我相信 不太一樣 很聰明 你也看起來很聰明 看起來 真的要問一下 郭醫師呢 現在 兒童青少年 同儕之間 最主要的壓力來的 會是什麼 有一些是像你說的 有點類似像 語言的霸凌 或是 自己的霸凌 就是一群人合夥起來 排擠另外一個 這是比較大的一個壓力 哇 孤立 很難過耶 同儕之間的 也與霸凌 跟被孤立這個問題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 幫自己走出來 大概有 兩個方面 一個是心理建設的部分 其實有時候你會發現 言語霸凌 孤立你的 其實只是 在一大群裡面的 少數幾個 可是因為可能他們很活躍 就讓你覺得 全世界所有的人 都在孤立你 那另一方面呢 當然 你也不要老是在那裡 跟著那些霸凌你 不討厭你的 你跟他來往 最好的是去找一群 跟你談得來 願意交友 願意支持你的人 比較嚴重的霸凌 特別是發生在校園裡面 有肢體霸凌 攻擊或勒索 像這種比較嚴重的 還是要尋求大人 譬如說學校的老師 虛擬組織或等等的協助 最重要是要發展出 屬於你自己的同儕的關係 有一個很難的地方 就是第一個 你要勇敢的表達出來 第二個很重要的就是你的家庭 小朋友回家 第一個就是先跟父母去 陳述這件事情 那就要看家長覺得 這件事情有多重要 講到家庭 家庭也是一個壓力 對 是不是 黑牛 從小在家庭有壓力嗎 我高中畢業 去那個跟別人一起學大學 然後我讀了一年 我就覺得這個壓力很大 壓力很大 我不要讀 對對對 我自己覺得我真的不要讀 然後跑到YouTuber 對 所以我這個時候 我就跟家長說 不要離開 他們有一年下到 選了一年 然後你還有呢 等學金啊 你還有哪個 對對對 還好我家人真的尊重我 因為我覺得如果他們 還是跟我說 你一定要讀這個 我覺得我 就壓力 壓力敲開 那宜恩呢 因為我求學之路 其實沒有那麼順遂 我高中留級 大學 又多讀一年受傷 但他們都沒有很急著說 你一定要讀什麼 什麼什麼 畢業之後的工作 因為我原本是在醫院做 行政處理 那是一個穩定的工作 但是很無聊 我全不想做 我就吃 他們一直都做 我想做的事情 家庭其實也還好 我也是蠻支持我 因為我以前是學設計 爸爸會想說 他對你去念書校 然後我媽是完全支持我去 學習做什麼 那我想問一下 郭醫師 通常和從青少年 他們會遇到比較大的 家庭的問題 長大的過程其實是一個 從父母管很多 到父母漸漸放手 有時候其實沒有那麼順 譬如說你覺得我已經有 可以自由了 我可以晚上不回家 爸爸媽媽說不行 所有青少年長大 都有一個功課要學 就是要學會 如何好好的跟父母溝通 那另外有一些壓力是比較不幸 他可能不是來自於 青少年孩子的本身 譬如說可能父母衝突啊 甚至離婚啊 有很多外在的那個因素 他也會感受到很大的 對嗎 我覺得他剛剛講的 你可能很快 就是因為看家庭 他也很好 不是你的聽力真的很好 對 如果我可以跟我媽媽 講電話 一個消息 或是兩個消息 然後我發現很多台灣人 就是跟媽媽或是爸爸講話 一般人就 嗯 嗯 好了啦 我知道 所以我想問你 你覺得家庭要什麼 就是從小孩 可以慢慢鼓勵小孩 可以跟他們好好溝通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從小跟爸媽媽有一個 溝通的習慣 不是青少年當外面抗爭 或爸爸媽媽當方面的決定 其實也不要說 爸媽不聽孩子講什麼 孩子很多時候也不聽爸媽講什麼 大家就各自講各自 反正就只有吵架了 你不見我 我也不見你 對 現在小朋友的課業壓力 是不是很大 看每個家庭 跟每個人自我的情緒 喔 對了 其實很多的時候 真的會打敗我們的 不是那個課業的壓力 而是我腦中的小劇場 會想出一些很可怕的結果 對待的結果 就會非常緊張 非常害怕 我這個這次沒有考到幾個 表示我一輩子永遠都完蛋了 我永遠都讀不會 真的是這樣子 很多負面的能量 是自己可以的 我弟弟就是有兒子 一些妹妹 碩師生 老實說你這個不好 他們壓力會很大 然後他們就跟我說 你為什麼都不會有壓力 我說 我是來這邊學 如果我這些東西都會 我不會來這邊吵老師 如果他在這邊跟你說 這個不好的話 那我會說 好我下次 但是這樣都會做更好 我不會想說 我要從0到100 我段時間就是0到10 我有拿到一個目標 我會自己有一個 成就感 但是如果他要從0到100 花了一點時間 然後發現沒辦法 你會覺得 我真的沒辦法 就是會要你放棄 英文就說 small weeks get your big achievements small weeks 就是加在一起 應該達到一個很大的目標 那網路的話 現在兒童青少年會遇到什麼 網路上的問題 網路上遇到的問題 最大的問題 其實常是 網路太有趣了 你會花太多的時間 沈迷在裡面 特別是在你現實生活裡面 不得已不愉快的時候 譬如說功課很難啊 人機壓力很大啊 或什麼 我就乾脆躲到網路裡面去 我一句網路裡面成就很好 可是我功課啊 做不好 那我在這裡挫折 我就更躲到網路裡面去 變成是一個惡性的循環 現在網路變發達 是不是有一些 交友app會出現 是我們以前沒有的 還沒有用交友app 是不是很有優勢 為什麼這個 有嗎 有吧 沒有 不要說 你人有用過交友app嗎 單身的時候 會有過什麼 不好的經驗嗎 都還好 因為你夠帥是不是 不是 不是這樣吧 沒有 可是你是 民人啊 你也有民人 可是我沒用啊 但有人幫我用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有人拿我照片 去弄交友軟體 那是不是 放你那個 有肌肉的腸 還有肌肉的腸 是啊 我就是這樣啊 放給你喔 不要放我的啦 我也是想跟你聊一下 兒童青少年 網路霸侶的事件 因為不僅僅是我們 YouTuber會被網路霸侶 兒童跟青少年 他們也會遇到這種狀況嗎 因為現在 網路上的社交是 你的生活上的一部分嘛 那以前呢 上學的時候 同學跟我吵架 玩嗎 現在病人回到家之後 可能一群人還在網路上 譬如說 在賴子群聚 公審啊 病人是另外一種形式呢 孤立跟發明 社會是不是也因為 資訊很公開 大家比較容易 會有這種 比較的行為 我練了那麼多年 我還是那麼瘦 見到那麼出 誒 我的照片 裸上半身 會被放到網路上公審 他們會去跟其他人 MTB啊 或是大部分 比較說 用什麼 對這個力量 會不會很大 一開始會 後來就覺得 這也是事實 有個叫做20%的理論 就是說80%的結果 都是20%的人做出來 一堆人公審 很可能只是少數的一部分 重複的發言 造成很多的發言 我在網路上看到的一段文字 我覺得很有意思 你不僅是 你也不要在意別人對你的批評 你也不要在意別人對你的成長 才可以讓你的情緒一直都很平穩 一個人完全不在意別人的批評 或成長 這基本上不太可能 是 你不能把對自己的看法 完全建立在別人的成長上 尤其不能只建立在少數的人身上 一兩個人他喜歡你 你就覺得很棒 他討厭你 聽就他了 這樣子其實也有很大的問題 所以 多喜歡 多一點 蛤? 對 對 是這樣嗎 我是在九年十年前 出了一場車禍 羞追九十幾年結束上來 也是因為這樣子打住了下半身癱瘓 沒有感覺也不會懂 剛好那個時候也差不多是你 正在玩樂的時間 五二十歲 當下不會覺得心態差到一個東西 很差啊 那時候就是各種情緒都會進來 你知道 你跟大學生嗎 而且那時候是寒假 大家出去玩 我原本也有跟朋友安排出去玩 然後就發現 他們出去玩 然後自己只能在醫院 封建 然後又剛受傷 自備心靈 然後對於身上者不了解 做輪移不了解 就會覺得說 自己為什麼 不乾脆車禍的時候死一死算 你有去尋求什麼協助嗎 你是怎麼樣自己走出來的 那個時候能讓我 你突破那個 應該其實 陪伴 家人他們幾乎二十四小時 都陪在我身邊 然後 朋友 因為真的有無數的人 知道你受傷 然後想來醫院看看你 然後給你打氣 這都是對我很重要的 知識 講了什麼 安慰你的話已經不重要 也差不多忘記了 主要是陪伴的那個感覺 對 就是受傷這一次 讓我知道 很多人其實是很在意 然後 關係 朋友跟家人的愛 那時候是怎麼覺得 這個也算是 人生很重大的一個 變故吧 二十歲 因為剛剛藝人分享到 他是因為 如果家人跟朋友的陪伴 如果少了這些東西 我們要怎麼樣靠自己走出來 當一個人陷入那種很灰暗 很絕望 你們的自己看不到未來 會有什麼改變的狀態裡面 那就好像是 很有很強的時候 你們就覺得 你快要凍死了 撐不過去 雖然我們理智上知道說 還沒有總會過 其實在怎麼人家熬過去了 就會過去 可是有時候那段時間 的確是非常難到 所以有時候的確得提醒自己說 其實在人的冬天都會過去 那我覺得給自己 正能量是最大 比如說如果我處在一個很絕望的狀態 我會覺得 很有 不要來鼓勵我幹嘛 我覺得我不需要這些東西 我不會因為這些話好錢 那你們知道他們是在管理你 對你知道但是有需要嗎 應該說我會知道他的心意 講什麼就是不重要 這是你傳遞愛的方式 你來然後陪我 玩這個呼吸盤 就是正常聊天 我覺得就很好 不用特別 對 對 有時候你要願意主動釋出你的善意 可是當你釋出善意之後 有時候去聽 聽他講話 去陪伴他 其實遠比自己認為的幫忙要重要 聽其實比說更重要 我們常見的例子 就像你說的這樣 很多人都叫你要想開一點 還要振作一點 那很多人就說 我要是我的想開 我還需要聽說 好煩 對 我也是因為知道這個心理 所以我才拍片給大家看 就是我知道太多人 太多人因為受傷 然後走不出來 如果你原本是家裡的施主 你可能會提到你身上 你依據你身上 不要哭 我剛剛分享了很多 人生中充滿壓力 絕望焦慮的一些時段 當你有這些情緒 你自己沒有辦法處理的時候 真的要尋求專業的幫助 像是師長啊 家人啊 朋友啊 精神科醫師或是心理師去求幫助 當然還有一些健康 可以讓你產生 腦內多巴胺的一些防塞 比如說像是 就是一個不棒的選擇 心情不好的時候 永遠三間科技 好啊 你知道你身上不好的新聞 你運動越來越厲害 有時候如果覺得經濟不好 到健身房 我就看那些啞鈴 然後我就覺得 你去健身房霸凌那些啞鈴 啞鈴 這樣子的 好那影片的最後呢 如果大家有 沒有辦法跨過冷淀道琴 沒有辦法克服的壓力的話呢 這邊有兩支專線要分享給大家 今天是衛生裏面部20小時免備安心專線 1925以及 臺北市民可以拨打 臺北市自殺資訊專線 1999轉8858 皆可以提供 心理資訊和自殺危機處理服務 還有臺北市校園醫療網絡 有列出適合青少年的精神科 心理治療所和智商所喔 掃描上方的QR Code 獲得更多心理衛生相關資訊 也很感謝臺北市衛生處理 臺北市政府的自殺防治中心 邀請我們拍攝這支影片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呢 就先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是楊蓋伊 我是RionKHM的人 我是黑牛 郭醫師 遇到問題時呢 都可以正面 正面突破 Together Forever 下次見 掰掰 掰掰 chooling implicit ��분 balancing 多少 diligently 前